各位列席官員大家好,主席我們是不是先請陸委會賴主委 賴主委 委員早 主委你好 賴主委,那個陸委會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很重要 那這個 所以呢 大家對於你今天11點才來好像有點意見 我不是11點才來,我跟主席中間請了一個小時的假 我9點就來了 是接待外賓嗎 是什麼樣的外賓這麼重要 今天因為我們審查是部委會內政部台委會原民會的組織法 老實講把我們內政委員會所有的部會都放在今天來審了 我瞭解,因為這個事先很早就安排的 所以這貴賓不能透露是不是 因為依照這個尊重外賓的原則,我們是不對外公開的 這個 接下來我還是請教一下主委 陸委會這一次的主改 你認為最大的最大最大最大主改的過程當中 你們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就是盟障委員會跟陸委會合併 從組織法的角度來看 所以就是盟障委員會跟陸委會的合併嗎 對 這個合併會改變盟障委員會原本的功能嗎 我相信是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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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重要的政策跟功能 在未來的這個 在未來的大陸委員會裡頭 他會有兩個處來處理 所以他原本的業務不會改變 反正只是移過來然後用兩個處去處理他 目前對,就是我們提的草案就是這樣 這個是經過行政會各相關單位研考會 所以其實就是把原本的這個委員長 等於說把他拿掉吧 委員長 好奇來都是由行政院的政務委員來接的 那所以現在盟障委員會到陸委會去 所有的人事還有他的職能 甚至是工作 職等都不會改變 職等有沒有改變 職等有沒有改變 應該是沒有改變 有沒有降級 相關的人員有沒有降級 應該是沒有降級 那陸委會有沒有因此而增加任何的缺 還是說純粹就是其實就是 兩個單位把它放在一起而已 兩個組織放在一起 那就是未來的這個大陸委員會 那是不是代表未來我們的盟障 盟障的政策實際上是在大陸政策底下 是這樣 對 那這個東西會不會影響 就是說大陸政策會不會受盟障政策的影響 還是說大陸政策會去影響我們的盟障政策 我們這個合併之後 會綜合的來這個做政策上的研究跟討論 因為今天我們之所以 你之所以把盟障委員會放到陸委會 本席認為這不光只是一個組織圖上面的重新 合併跟重劃而已 它某種程度上是涉及到政策的意涵 對不對 主委你同不同意 呃 就是 在整體的大陸事務 大陸政策下面 就是 這個是從政府 經檢的一個政府組織經檢的一個角度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盟障委員會大陸委員會 只是為了經檢而已 沒有為了政策的目的 不是 它其中一個很大的這個作用是這樣 因為這是整個行政院組織法檢討要精實 要有彈性的一個很重要的核心目標 那政策不會變就對了 政策重要政策當然是非常重要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以前我們在看大陸政策 我們看盟障政策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比較把它分開來看的 齁 因為你有盟障委員會嘛 齁 那未來 其實 盟障委員會就是消失了 他其實就是涵蓋在陸委員會裡下 但是他的精神跟他做的這個重要的這個業務齁 齁 相關的政策 就是由大陸委員會來投投出力 因為畢竟齁 在組織上面 你有兩個首長的時候 那不見得政策會是一致的 齁 也不見得就是會那麼的融合 政府所有相關機關的政策 就是 雖然各有專攻 但是政府就是一體的啊 那將來 等於說你將來其實你也組長了 盟障的 盟障委員會的政策啦 對就是盟障跟障事的這個政策 對 那這部分你認為說 當盟障委員會進來之後 你對盟障事務的政策 你有什麼看法 因為你已經接管了嘛 你未來組織法通過以後 你就是接管盟障委員會的事務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對盟障的政策你有什麼看法 對於盟障事跟障事的這個 現在這個盟障委員會 所這個推動的重要的政策 我們自然未來會去銜接 那未來我們也會在總體的這個整個大陸 政策兩岸關係的這個總體的發展進展 我們會再來這個來檢視再來評估 因為前幾天前幾天我記得你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你說這個我們的領土範圍是不包括萬能股嗎 對的確啊這個是整個政府的體制 就是這樣啊 從美國35年來我們的憲法 當時憲法這個憲法這個頒定的時候 外蒙古就已經早就獨立了 所以當時就沒有包括外蒙古 所以我們開國 後來當然有一系列的這種發展 我們開國那個憲法 那個憲法你認為就是不包括外蒙古 中華民國的憲法 一開始就是不包括外蒙古的 這是民國35年頒定的 但是後來有一些發展 包括中訴友好條約 可是中訴友好條約 最後也並沒有這個經過憲法的程序 來給他認定 所以原先的中華民國憲法 還是這個固有疆域 還是民國35年的那個固有疆域 那個固有疆域 當時就不包括外蒙古 所以今天假設啦 如果哪一天西藏也獨立了 那我們的領土要怎麼變 要不要經過憲法的修正 我這種假設性的這個 你說西藏的這個 如果西藏 如果西藏 那我們怎麼樣處理我們的領土 你覺得這個可能性大嗎 我不是問可能性 那假設不是西藏 假設性的問題 將來的情況我們會去將來會來評估 因為這是一個程序的問題啦 就是說我們今天針對領土的規範啦 實際上都是透過憲法程序來完備它啦 而不是透過行政單位的什麼函啊 什麼之類的 來決定說我們的領土函蓋範圍是多大嘛 因為就算是在我們的 你說現在沒有國民代表大會了 但是憲法也有明定啊 要經過立法院嘛 整個修憲的程序嘛 來決定我們的領土變更嘛 甚至這個領土變更還要經過覆決 對不對 所以 本席之所以問剛才那樣子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 您在解釋的時候一直提到說 那是內政部這樣子講 然後呢 之前外交部也函視 然後行政院也已經這個通過決議等等等等的 但是這中間就是沒有看到憲法的程序啦 憲法的程序去決定說 你那天回答那個外蒙古的那個問題 沒有經過憲法 但是中華民國憲法民國三十五年制定的時候 外蒙古並不在其中啊 可是當當那個 我們在教育的課本裡面啊 對 其實基本上那是涵蓋在裡面的 這個由我們過去 早期 對不對 我想五零年代到八零年代的一個 我們過去的一個歷史脈絡了 好 所以才會到現在社會 甚至輿論也對於 包括邱海棠或老母雞等等有一些 不是非常精準正確的評論 所以今天 換句話說 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我們今天對外講 中華民國的僵域 就是 中華民國固定僵域 依照我們的憲法 嗯 就是以及後來的這個發展程序 就是不包括外蒙古 對 不包括外蒙古 這是整個政府的立場 對 好 那我接下來 內政部也是這樣的立場 好 那個 既然內政部這樣說啦 我來請教一下內政部長 那個 主委請回 這個 主委說內政部來決定嘛 是 不啊 我不請教你那個問題啦 我請教你另外一個問題 嗯 就是說 啊 前幾天 這個 這個 抹高職的老師嘛 啊 被搶劫磨殺的這個事情 是 那 我這邊 簡單的提出來啊 桃園縣衛生局啊 當初對 這一個啊 這個犯人 他的評估啊 他之前有前科嘛 但是當時他是未成年啦 對 好 他判他這個 再犯率不高啦 就他們 研判是再犯率不高 好 可是呢 這樣子的 研判底下 其實 他今天如果 在他殺人之前 他是可以到 警察局勢 是申請良民證 你們還是會給他的 對不對 呃 是的 你懂我意思啦 所以 本席想要問的 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有法律漏洞 所以我想我們會跟這個 司法單位把 這樣的一個過程再來檢視 呃 目前看起來 是的 這是一個嚴重的 我知道 我們會再來檢視 某種程度上 我們似乎對未成年犯的保護啊 有點太過了 呃 當然未成 未成年犯是需要被保護的 他有他的人權 對 我們會檢視所有的過程 再跟司法單位來做一個 我們現在未成年犯的定義是幾歲 18嗎 18歲 18歲以下就叫少年犯 有有考慮調整年齡嗎 這個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這個這個事實上有 有他一定的程序 我們會來檢討 但是針對目前這個漏洞 你們必須真的要檢討 我們必須回來檢討 因為這真的是一個漏洞 沒錯 另外呢 這個 這一位未成年的性侵 他過去有性侵的紀錄啦 是 他有沒有納入列管的範圍 他是必須要到警察局 他沒有列管 他是 他必須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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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輔導的狀況怎麼樣 他有 我是覺得 我請我們那個 來你再回答好了 他有他的過程 沒錯 這樣的一個個案 他是 因為他是未成年 當時發生的時候 所以他是不用去登記報道 不過他還是那個假釋出獄的時候 還是有到地方政府去做身心治療跟輔導教育 所以他有 他有接受治療 有跟輔導 對 但是還是發生今天這樣的事情 他這一次是因為搶劫的問題出來 我知道 可是都是犯罪 對 雖然一個是性侵 一個是搶劫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 這都是行為上面出了嚴重的問題 而且是 這一次是殺人耶 這等於 除了再犯之外 還犯了比之前更嚴重的 所以險見 我們的輔導有沒有出問題 是不是一輔就打 我想這個個案 我們會跟司法單位 再來把相關的法令再做檢討 不然我覺得你們這個案真的一個月要有一個檢討 報告出來 一定 因為這個不是說一般的成人犯罪問題 他cover了從一個未成年到他後來成年的 中間還有輔導的過程 還有法律上面銜接的漏洞 甚至還跨部會 你跨到了衛生單位 跨到了設政單位 跨到了警政單位 那這樣的問題 如果不把這個個案把它放大來檢討的時候 本席真的很擔憂 未來還有類似的案件 而且今天我們媒體一攤開一看 好多青少年的犯罪問題 包括吸毒的問題 我們會 部長這個是不是請內政部你們主政 應該要這些單位一個月內去針對這個案 做一個檢討報告 給社會一個交代 給社會一個交代